嗨,大家好,我是小婷 今天我们来参观一下这边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两兄弟修的房子 两个伯伯家他们是两兄弟 这边一栋新房子 这边是一栋房子家装 我们去看看 走 这边这个专门房已经完全修好了 就是毛屁房还没有装修的 这个国父说已经花了30多万了 他说要在家装修伯计 又得花个二三十万 那就是60万了 我的天 房子真的贵 我妈说我们家想都不敢想 他们家的说儿子还说要去外面买房子 说家你的房子他不要 那边的一个房子是木房的家 说他把下面也加了车贵啥的 他说那边也已经花了28万了 修到现在已经花了28万了 那应该还得花 伯父说 那个修房子就是钱堆起来的 伯父说这个门都花一万多 真的是 真的是钱堆起来的房子 吓死宝宝了 打算设个模仿房子 应该没有 打算设个模仿房子应该还好 咱俩一二十多万 房子一二十多万 你卷不卖在家压一个三十万 那现在 我的钱压一个三十多万 你说跟哥哥卷在家卷不上买 哥哥做好的你哥哥 妈妈他们说 如果现在修个木房子也要二三十万 反正现在真的是 全部都是烧钱 这边在装那个窗户的门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门都不满 谢谢把你们弄的 大哥要转 咱俩就转四个 转起来哦 在农村起的这种 两层的小楼房还是挺不错的 其实花太烧钱了 像我们家都不敢想 我妈说小楼不敢想 其实要还许是一个毛病房 就三十多万了 不过挺好的 你看我妈 这来了还不光带点东西回去 拿个切猪草的菜板回去 走了 那我们回家了 好了朋友们 那我们等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 可以在屏幕下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见 拜拜